HELLO 大家好 我是慘妹 8月6日是我們生活王國成立一周年的日子 8月20、21日我們將會舉行我們的開放日 地址在這裡 大家記得到時上來探訪我們 除了探訪我們之外 當然我們會有很多優惠 給大家回饋大家這一年來對生活王國的支持 我們到時都見不散 除了貓山王和黑刺榴蓮月餅之外 還有超級香港特色的霜王蓮蓉月餅 還有同一個牌子的流心奶黃月餅 即日開始接受月訂 280元一斤的完美花旗心已經很划算? NONO啦 可以再划算 我們圓粒的花旗心一斤都是480元 是不是划算得爛呢? NONO 可以再划算 今次我們有整條樹枝比手指的花旗心 一斤都是280元 280元 今集大家快點來買吧 大飛岸天下 所謂的大灣區龍頭深圳 正式糧了 怎麼為之正式糧呢? 就是市面上開始見到蕭條 有幾樣東西是可以用肉眼都看得出的 第一 是什麼? 龍江豬腳飯 很多時候很多人在大陸很喜歡光顧這些店舖 第二 珍珠奶茶店 就是那些什麼什麼沙冰什麼沙冰那些 而第三就是燒烤店 很多人都喜歡放了工之後 似乎抖著 然後弄了兩串燒烤 大家烤水 消費一人一百幾十 但現在 大家在深圳用肉眼的速度 是看著他們一間一間的倒閉 而所謂的珍珠奶茶店 就是一些年輕人最時尚 很喜歡喝十幾塊杯 二十幾塊杯 三十幾塊杯 過往排大隊的風光 已經看到他們不單是無客 而是我們都說了 看著今天來到還看到 明天來就見不到 居民小區做附近的生意 還叫到頂得住 但是事實上 在最繁忙的地段已經見不到 尤其大家都知道 濱海大道 濱河大道 你們過往每天一度上班下班的時候 塞車到不得了 今天好了 暢順了 不是星期日暢順了 是連閒事上班下班都見不到塞車 就是說深圳更加移居 更加令到人可以安居樂業的地方 連以前很煩躁的地段都已經不見了 而另外一點就是華強北一個指標 我們不能再停留 我們不能再停留 好像以前那樣 華強北 做很多的電子產品 當日一佔風神 做翻版的事 做山寨的事 大肥你都在賺過錢 是 我在賺過錢 但現在不是 最新有朋友發了一條片給我 這個是朋友發的 他說很多彩妝店 事實上華強北都在轉型中 因為越來越多的品牌 是不需要翻版的了 因為大陸的品牌手機 越演越烈 千多元 一千元以下都有 那你說你還是要買一部iPhone裝B的話 現在都裝不到 所以事實上已經華強北 不是好像以前那樣 但是取而代之就是所謂的彩妝批發 就是很多香港人走水貨回到華強北 一些代購 一些店舖 全部做美容護膚減肥健康食品 不單是走水貨回來 他們也是整個廣東省的兩大集散地的其中一個 就是我們都知道什麼商場 哎呀這個是批發商場來的 就是好像你到一德路 哎呀這裡製造海美的廣州 是不是小相反的做文具的 南太路是做沙煲冷餐的 現在華強北都是一個電子產品 一個就是所說的 彩妝 兩個兩大勢力 現在都告訴你正式式機 彩妝 不用說 已經 去到這樣的關頭 看到那些店舖倒了一大片 跟著不要說店舖做電子的 就以光明有一個工業園區 十四間店舖都是做配件的 十四間廠房都是做配件的 如果大家熟悉深圳的 你就知道在哪裏 到華強北一個小時的車 你要什麼都可以去到 一個廠房區 十四間爆了的時候 都是主要供貨給華強北 但是他今天告訴你 已經剩下六間 短短的一年不夠 收拾了八間 不僅是這樣 最新的散工市場 大家都經常說 哎呀我們有三和大散 深圳難道三元請到一個人呢 五元請到一個小時呢 沒有可能 為什麼沒有可能呢 其實 三元一個小時 五元一個小時 就是很多年輕人 開始放暑假 他們要出來實習 他們要賺點錢 跟著那些廠沒什麼做 將價錢越調越低 實際深圳 如果你在二線都好 龍華龍江 你請一個真正的 散工出現糧的 大概二十六元個小時左右 兩百元一日 你是不少的 不是他都根本上生存不到 但是最新價格短短半年而已 已經下調到十三元 就是說 十三元你就來啦 而最重要的就是十三元 未必有糧出 也都未必有工作做 你想做都未必有 十三元喔 是啊 十三元 你都未必有工作做 現在 這個就是深圳 很多專家在深圳 還在說什麼 哦 沒那麼忙好啊 你們過去賺到錢 買多了一套房子的 就租出去咯 住不完 譬如兩家人 就是 老爸老母 一間屋 你們一間屋 不如老爸老母搬來住 你便空了 接著 你便可以把房子租給人 收下租 便幫補加計 你們是中產來的嘛 說這些話 真是不知民間疾苦 當整個經濟跌下來的時候 你租墓便必死 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 是什麼 哎呀 你們有錢的嘛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現在 沒有加班費 沒有獎金 你想維持你的收入 很簡單而已 收了工 那你開車的話 你便跑兩轉滴滴了 講這些話的人 除了梁博之外 我真的不懂得講 我今天 那個朋友 一天光 就傳了來 因為事實上 他是在 做報關行 在福田寶稅區 現在福田寶稅區 他都說了給你清零 他也都已經退了租 就是說 不做了 有東西找他 電話聯絡 這是第一點 第二 就是他的女兒 他本身是維州人 他在深圳落左戶有兩層樓 他女兒 今年二十六歲 這麼貌味如花 在銀行裡做的 三年多之前 聽他說 連上所有的東西 一萬元鬆一點 現在跌到六千多元 淨工資 他今早發給我的時候 留了幾句話 大家剛才都吹了一輪水 他說如果再不是這樣的話 很有可能 捱到今年年尾 就是不移回維州 因為維州 他在深圳 賺了二十幾三十年前 你說沒有就假的 但是他不覺得 在深圳還可以走下去 他沒有房貸 就是說他沒有樓宇按揭 他拿Benz 是全新買的時候 一百萬買的 也都沒有貸款 但是現在他都跟女兒說 他說深圳那層樓 過了今年留下給他 他就在深圳那裡 他都打算回維州 猜一下他幾多歲 五十歲 我早兩個月跟他說 喂 欺負了幾多 這幾兩年動態清零 他跟我說 百多萬 百多萬 是啊 百多萬 接下來他就不看好 寧願把正如的守住的錢 回維州 那當然了 維州的房子就不值錢 在萬六湖那附近 但是 在深圳他自己已經覺得 走進了 而最重要的就是 打大單 或者做退稅那些 已經 那些廠 陸續這樣關閉 而他手上最主要的幾個客 我可以告訴你 其中一間是什麽 近鐵 都已經一張order都沒有 近鐵是什麽 是一間運輸公司 是日式的運輸公司 物流公司 一間叫做日通 一間叫做近鐵 這兩間公司是專門承包 深圳一些高價日本廠的廠貨 現在他都告訴你 差不多了 可以早早地地 回維州退休 這個才是真正的深圳的現狀 深圳 我可以告訴你 不通關不是香港的損失 是整個的深圳損失 沒有了深圳 沒有了香港人 深圳的市面的蕭條法 你是意想不到 一個動態清零 還有中國的戰狼外交 摧毀了很多的外資廠 連日本廠都留不住 房地產 白石洲重建 是整個深圳最大的城中村 早三年前說收樓的時候 很多人說一夜置庫 但是那裡是前海部分 租金很便宜 每個人就是頂著 希望賠拆遷款 現在很多的拆遷 趕了 但是還未見到真正的動手 很有可能 有很多的所謂的 旁改的款項 都未必像當初說的那個價位 由華強北 看得到整個東莞 維州 這些地方 他們開始陷落 因為華強北就是一個集散中心 我們有句話說得很好 出地不如散地 散地 就是說有時候你買的東西 未必那裡出產最便宜 但是集中批發的地方才會最便宜 華強北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拜拜 拜拜